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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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都是在地面上放一些无线电天线 我们讲大耳朵 因为卫星上天以后 那么人类要有很多通信的需求 大耳朵主要就矫正一下 看从天上来的哪些杂音 我们可以把它削掉 杂音拼命削 削不掉 那么就发现了 这个杂音其实是由宇宙大霹雳 大爆炸流下来的声音 所以这第一个就是说 用大耳朵一听到这个杂音 就是说这个杂音原来是这么神圣 是宇宙阴体 就是说它是婴儿的体声 现在不如我们听到 它主要就是大霹雳是宇宙 爆炸完之后就 我们现在听到杂音 也是云阴绕梁 云阴绕梁 云阴绕梁绕了多久呢 绕了137亿年 所以听到这个声音之后就很惊奇 那么就要追究这个声音 是什么样一个性质 所以过去20年 为了要追究这个性质 就送卫星上去 因为在地面听 还有大气一些杂音 那个有干扰 所以就到天上去 用这个卫星来听 所以前后送上好几个卫星 把这个杂音听得越来越清楚 那么还有一个重要的事情 就是说这些杂音非常均匀 那么我们的宇宙当137亿年了 各位听众大概也应该知道 这宇宙137亿年 并且膨胀了137亿年 现在我们的宇宙大小 由一边走到一边光耀 其实要走930亿年 这个数目值才是太大了 完全无法想象的 非常非常非常大 但是在这个这么大的一个宇宙 它均匀的程度 你简直很难想 它会均匀到一万分之一 你知道吗 但是宇宙在均匀中间 要有不均匀的成分 为什么要不均匀 因为我们人 生存在这个宇宙里头 一定生存在行星里头 行星上头 像地球 地球要有个太阳 一个太阳系 那么太阳形成了 一定要不均匀 它刚刚开始爆炸出来的东西 才可以凝聚 凝聚越多越多 像滚雪球一样 到最后就会发光 就会发生核的融合的变化 由这个氢变的海 这个过程一定需要有不均匀的部分 所以后来科学家决定 在均匀里头一定有不均匀 所以把均匀的部分 放大放大放大 放大到一万倍 结果真的发现不均匀的部分 那么就是说 这样子我们人类 可以在这个宇宙这么生存下去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所以这里有均匀 有不均匀 而在这个均匀不均匀中间 还有另外一个要求 就宇宙大霹雳子 砰爆炸出来 宇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形状 那么宇宙的形状像一张纸 那么薄的一张纸 不是个球形 这个也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现在我们看宇宙 越看越怪 越看越诡诈 所以刚才燕子小姐 我们了解宇宙越多 我们知道的越少 现在我在中学的时候 我觉得我比现在的宇宙 好像知道多一点 现在 反而知道你知道的越少 越少 所以这其实也是很多 这个所谓的宇宙的研究的科学当中 每一次发布一个什么新的研究的结果 或者是什么观测 我们不是经常会送一些什么太空船 或者是什么探测等等的 传回来一些讯息 我们就说 原来是这样 怎么跟过去想象的都不一样 都不一样 所以 因为现在科学仪器越来越进步 越来越精密 所以我们看到的东西 真是越来越多 视野越来越远 这个越来越新 那么越来越不懂 真的 所以你难道写这个书 就是为了让大家知道说 我们对这个宇宙 其实是认识非常的浅薄的吗 对 基本上这本书 也是我最近十年 因为宇宙这方面的知识 发展得太快 那么当时我有把这个知识 我觉得就像在这个六零年代 DNA刚刚出来的时候 也是大家觉得很神秘 这种基因 那么到最后 在六零年代 人类终于把这个基因解决 把生命的密码解决了 那么现在大家DNA变成日常用语 五零年代六零年代 这种雷射 这种半导体 计算机 都是很高级的名字 现在都变成日常用语 那么现在这种天外天的概念 这个暗物质 暗能量 这些 我现在十年之内 也是变成大家口头的一般用语 是 可能在前一两年 当我们听到什么 暗物质 暗能量的时候 我们还真的不知道它是什么 当然我们现在对它所知 还是有限了 对 但是很多这些科学的名词 慢慢的透过这些传播 或者是科学家的努力 我们真的也一点一滴的 开始来认识它们了 那当然还是回到这个书里面 现在有一个好的途径 让大家都于这所谓的天外天 对那个黑暗欧骂嘛 我们不知道是什么的世界 能够建立起一些概念了 这个先讲一下暗物质 暗物质呢 基本上就是所谓高能物理学家 这个物理学家 它是非常会计算的 像我们这么大的宇宙 我刚才想930亿光年 那么大的宇宙 里头所有的东西呢 在高能物理都知道 比如说有10的89次方的中子 10的89次方的直子 10的89次方就是说 1000有89个0了 这个都是很大的数目值 不过这些物质呢 这个我们都知道 然后用理论计算的 暗物质应该是什么 就是我们知道的物质呢 每一个知道的都有个暗物质的伴侣 有个暗物质的伴侣 这个暗物质的伴侣它能量很高 所以呢 现在比如说在日内 有这个大型粒子碰撞一样 那么主要一部分功能 就是要找这些暗物质 所以暗物质呢 应该在未来10年 应该可以找得到 所以暗物质呢 物理学家拼命在找 主要找到一个 就拿一个诺贝尔奖 找到一个就拿诺贝尔奖 所以很多诺贝尔奖在等 这个是 对对对 这样说起来 大家很值得努力投入 各位同学啊 现在还赶得及 如果好好用功的话 也可以加入这个研究队伍 可能你未来找到一个暗物质 是是是 那我就有机会再成为这个读者了 这样子 对对对 但是暗能量就是比较 比较悬一点 这个暗能量现在 真的是不知道它是什么 这个暗能量的发现 是在1998年 这个几个科学家呢 在看这个超新星的时候 那发现这个超新星呢 在这个50亿年以前呢 它开始加速的离开我们走 就是变得宇宙在50亿年以前 突然加速膨胀 这个平常一个爆炸案件 比如说手榴弹爆炸 或者烟火爆炸 爆炸刚开始输得很快 到最后这个烟火就会掉 就慢慢的 就是说飞出去越远 慢慢就慢了 但是这个宇宙大爆炸 爆炸137年爆炸 爆炸了81年 然后突然它速度又增加了 那么这个就是很奇怪 这个能量有什么量来的 是吧 那么这是一个目前的 对人类智慧最大的挑战 哇 那么这个挑战呢 我觉得目前当然有很多理论 最大的一个理论 大概就是说 这个暗能量可能是 所谓真空能量 这个越讲越悬了 真空里头是什么都没有 真空真正大空 里头不应该有任何东西 哪里来的那么多能量 对对对 所以这又是一个量子力学的结果 这个越讲越多 就是说现在物理学家各种理论 百花齐放百鸟 争鸣 那么各种理论 人气滚滚 就是说 那么我想这个暗能量这个方面 在二三四年三四四年 大概也可以找出一个结果出来 OK 但是现在一点都不知道 好 刚刚听到一个名词 大家有没有突然 那个眼神开始迷茫 真空能量 这个我们慢慢可以随着 这些宇宙研究的这个科学家 再来多了解一些 那目前我们有听到这个名词 可以了啦 好 那这边呢 在老师的这个书上面 其实也画了一个图 告诉我们说 你才会发现原来 这个宇宙的分布 刚才不是说了吗 我们所能够看到的 或者说这些星辰 气体等等的 只占这个全部宇宙的4%而已 可是有另外96% 有73%的这个暗能量 那有另外23%的暗物质 而这96%的东西 就是我们未来 在整个宇宙学的研究上面 非常期待大家 去把这个谜底找出来的 好 那这个书其实 也就会带着我们去了解说 科学家怎么样 一步一步的进逼 怎么一步一步的来解开 这个部分 可是老师 你的书又很有趣 你其实前面还放了两篇 在谈到 我说从聚观的角度 去看整个生物的演化 或者说生物的起源 人类的演化 迁徙等等的 然后还从一些围观的角度 又去了解到人类的DNA 刚才说了 现在大家已经都耳熟能详的 然后也会提一些什么 内线体等等的 哇 这个跟你后面要谈的 整个太空的科学 有些什么样的观点 你为什么会特别放着这两张 来跟大家做一些导引 我觉得人类在这个宇宙 占着一个非常特殊的地位 尤其是我们的这个宇宙 我们的宇宙 这个能够孕育出来 我们是有智慧的人类 真是很不简单 从大批的第一秒钟 他就开始设计 那我一讲设计 有人说是不是有上帝来设计这个宇宙 但是我们这个宇宙可能 这个设计的精密的程度 简直很难想象 是 合理的解释是这样 如果不是设计的这么精密的话 就没有你跟我 我们在这边 燕子跟我就不在这里 和各位听众在这里 很热烈的讨论了 是吧 有很多宇宙可能不这样设计 就没有生命出来 尤其是人 人这种高智慧的 在我们宇宙是存在 是这么稀少 那我们人类已经花了这么多力量 去寻找有没有外太空文明 我相信外太空文明应该有 那么有一天 我们会不会跟外太空文明接触 我说应该会的 但是外星人会不会来访问地球 那么我说可能性 大概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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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 那么在这里当人类大脑 近代人呢 各位脑袋里头那个大脑 比现在最先进的 这个计算机呢 电脑呢 要好做一百万倍 所以这个人的发展呢 是非常非常奇特的 在250万年还是直立原人 那么一直到近代 十几万年 二十万年 三十万年 现在人类才出现嘛 这个整个追寻人类的起源呢 那么对我来讲 也是非常迷人的 那么追寻人类起源 不得不谈到立腺底DNA 这个由我们母亲那边传来的 母亲呢 各位同学 各位听众的这个智慧 这个聪明的都是由妈妈来的 拍拍手 给所有的妈妈拍拍手一下 对 所以透过这两张 其实也让我们看到说 人类在这个宇宙当中的重要性 当然我们一方面也看到 人类在这个宇宙当中的渺小了 人类在宇宙的确渺小 渺小到实在是很难想象 是 那我们可以说 当你很渺小的时候 渺小到微不足道 也不会啊 钻石很小 但是钻石很贵 对不对 所以人类虽然渺小 但是人类这么高的智慧 他可以理解 可以想象这种无限的宇宙 他就给这个很浩瀚的宇宙 很孤独的宇宙 很寂寞的宇宙 注入了无比的活力跟快乐 好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颗闪闪发亮的钻石 对 这是我们的李洁信李博士 给予我们最大的肯定 好来 那这个段落呢 我要先跟我们的李博士请教到这边 那稍微的休息一下 待会儿呢 我们在一小段音乐过后 回来再好好的进入到这个人类 进入到这个太空 整个科技的发展 其实我在看这个书的时候 我觉得很有趣的是 我们一直看到李博士 以一个非常幽默的口吻在写 可是有时候也看到你 有点在戏略 看到这些尤其是所谓的 科技的大国 经济的强国 他们在太空科学上面的发展 有时候看起来还真的蛮荒谬的 那我们待会儿就来了解一下这个书里面 还有一些什么精彩的内容 来休息一下 音乐过后 我们再回来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